在相声圈经常能看到德云社谁谁谁背叛失门了 某某某打人事件 郭德纲和谁开司等覆灭新闻 但是就是没听过郭德纲于谦闹过矛盾 连吵架都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 二人一起风风雨雨走过二十年 居然从来没有红过脸 关系一直很融洽 因此有网友调侃 不嫌鸳鸯不嫌仙 只嫌德纲有于谦 更是有网友祝福这两位老两口百年好合 虽然是玩笑话 但是足以看出来 大家是真的喜欢这对CP 郭德纲的师父侯耀文曾经评价郭德纲 他一路走来没人帮助 步步艰难 势必是饥饿如愁 郭德纲草根出身 性格耿直 针边石壁 有什么说什么绝不会藏着椰子 再加上他早期的经历 造就了他桀骜不驯的性格 而作为郭德纲的搭档 于谦的性格正好和郭德纲相反 从小衣食无忧 他性格低调沉稳 儒雅从容 可能正是因为两人截然相反的性格 在舞台上的配合却是天衣无缝 所以才能携手走过这么多年吧 两人2000年的时候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郭德纲还没有火 于谦也在四处商演 当时于谦还是北京曲艺团的演员 而那时 北京曲艺团经常缺人手 郭德纲这个时候 没事就过来做兼职 就这样 两个人被分配在一起 讲相声 据回忆 两人是一见钟情 郭德纲说道 我从小学相声 合作的人太多 包括捧跟演员也很多 各有各的长处 各有特点 谦歌让我很满意 跳不出毛病 这足以说明 他们是天生一对 后来的两年 两人经常搭档着 跟着曲艺团 在北京郊区 进行慰问演出 合作也是越来越有默契 2003年 德云社还没有什么名气 而于谦这边 是体制内工作 过得还不错 郭德纲也迟迟不敢对于谦说 过来跟着我走吧 主要是害怕自己 给不了于谦一个未来 直到2004年 德云社开始做起来了 郭德纲这才有底气 邀请于谦加入德云社 在台上 一个异气风发 一个云淡风轻 台下是正好相反 郭德纲 安静内敛 好读书 于谦 则喜欢 三两好友 喝酒聚会 肆意而为 互补的两个人 无论是在生活中 还是在相声上 从没吵过架 就连掰扯几句都没有 并且心里 一点过节都没有 话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好呀 还得要说 是于谦帮助郭德纲 败师一事 当年郭德纲 在相声行业 一路走来十分不易 在相声界 讲究师诚 想要混出名气 那就必须得有 德高望重的师父 不然就被定义为野路子 而郭德纲 本来就是自己摸爬滚打来的 当时的那些 所谓的主流相声圈 根本就看不上他 所以郭德纲 一直是败师无门 但自从郭德纲认识了于谦之后 于谦就一直悄悄的帮他找门路 策划拜师的事情 于谦师出名门 他的师父是当时著名的相声演员 石副宽 为了能让郭德纲能顺利拜师 于谦是四处奔跑 让自己的师父帮忙牵线 最后顺利拜师侯耀文 从此 老郭在相声界算是有名分了 并且还是名门 这是彻底在相声圈站稳脚了 自从于谦加入德纲社之后 也帮助郭德纲做了不少事情 德纲社刚火的时候 圈内树敌无数 一些老艺术家 对郭德纲的做法不是很满意 认为他的相声过于粗俗 甚至有些瞧不起他 那时候 于谦就相当于军师一样 为郭德纲出谋划策 也帮他清理了不少障碍 就连平时团里徒弟之间的矛盾 都是于谦从中调解 他俩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一个是严厉父亲形象 一个是慈爱的母亲形象 帮助郭德纲 留住了人心 在采访中 郭德纲就曾说过 没有于谦 那就没有今天的郭德纲 更没有今天的德纹社 所以说 于谦对郭德纲是有恩情在的 而郭德纲为人讲义气 他们俩必然不会出现大的矛盾 还有一点 于谦在德纲社没有股份 就是一个拿工资的打工人 他也非常自由 干得不开心 随时可以走人 没有股份的牵制 于谦也不必管理德纲社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于谦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那就可以了 这样的他们之间 更不可能出现矛盾了 虽然德纲社和于谦没有关系 但是于谦对郭德纲的感情 那是真的 之所以不要股份 也是为了日后 有不必要的矛盾发生吧 没有利益关系 两个人才能走得更远 再有一点 郭德纲对于于谦来说 有一些知遇之恩 当初的相声界很不景气 于谦的搭档 不说相声了 出国留学了 于谦那时 对相声也没有什么信心了 行业不景气 说了也没人来听 工作也没有笨头 自己这边 也没有挽救相声圈的能力 直到遇到了郭德纲 两人不仅合作默契 而且郭德纲还特别的有能力 于谦这才重新找到了说相声的感觉 后来郭德纲凭借一举之力 振兴了相声 让更多的人更加关注相声圈了 他也曾公开说过 正是因为郭德纲的饥饿如虫 才换回今天相声界的青春活力 所以于谦 打心底里是非常佩服郭德纲的 于谦老师 为何几十年如一日 坐着捧根的角色 说白了 肯定是因为对相声的热爱 说明相声对于他来说 就是人生一大爱好 名利 对于他来说不重要 只要够生活就行 人活着 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并且一直从事的 就已经很开心了 有多少人 这一辈子都是干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呢 抽烟喝酒烫头 于谦老师的三大爱好 经常被网友拿来调侃 郭德纲对于于谦也是非常欣赏 他曾经说过 于谦绝对是个相声人才 是一个懂生活 爱生活的人 他人生的一大乐趣就是玩 他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人 正是他这种闲云野鹤的态度 他和郭德纲两人的合作 一直很顺利 从来不会因为某些事情闹情绪 郭德纲也从不会看清于谦 反而是更加敬重 这位对他不离不弃 并且甘心当绿叶的一个老搭档 于谦不争不强 从来不和郭德纲争抢什么 而郭德纲一直怀有一颗感恩之心 这也是他们合作二十多年 一直没有闹矛盾的原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快来评论区留言 说说你的看法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